歌手袁承杰大家都不陌生,当年和七位组合,一首拜坛十八号,火遍大家南北了。 不过之后,两人因为各自的发展不同,各奔虔诚,七位已经在影视权力组取得了不小的成绩, 而袁承杰的事业似乎一直不温不火。 不过,当年娶了老婆陈千千还是轰动一时的,陈千千是大名鼎鼎王思聪的好闺蜜,家庭条件可想而知了。 这次袁承杰带着老婆上综艺,没成像老婆在节目中的表现简直看不下去,网友都在替袁承杰心来。 试了这么一个皇后,日子怎么过啊? 陈千千早上起床之后,就开始使唤袁承杰,一会拿本屋,一会要化妆包,一会要水杯还要求四十五度的水,一会又要老公找苹果碎片。 一个早晨,袁承杰都在被使唤,最后,老婆还抱怨,怎么没有准备早餐。 陈千千还假设了问题考验袁承杰,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。 自己弄坏老公的东西,最后还要老公来道歉。 袁承杰也表示这是什么,道理,谁知道陈千千冒出一句,因为我大事了你。 这口气简直就是女皇啊。 之后节目组搞事情提出,如果媳妇和老妈同时掉进水里,你会先救谁? 对于这个问题,杨硕回答先救妈妈,然后和老婆一起续情。 张静泽是先问了蔡少芬会不会游泳,得到肯定之后,选择救妈妈。 蔡少芬说了一句,救妈妈不要我了,不过这是对的。 秦山报表了,而张罗硕直接表示媳妇会游泳,媳妇去救妈妈正好了。 都是一片和谐。 但轮到袁承杰,还没来得及回答了,陈千千就直接说,你应该救我。 听到这些,袁承杰的妈妈也很不是滋味。 网友看到陈千千在节目中的表现,简直受不了了。 纷纷感叹,这么丑还这么做,两人迟早在散伙。 谁能忍受这么做的女生? 真是没想到,袁承杰竟然一直生活在这样的水生活之中。 文字幕组合4301. 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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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ittel 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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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